之前评论区有人留言 说看完浪3 自己连夜去做心理测试 竟然获得了3000多高赞 行 今天就满足大家的要求 聊聊这位让人连夜心动的家人 谁能想到 她舞台下的坐姿遭么霸总 8年前她也曾坐姿端庄 甜美可人 余文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明长了张温柔甜美脸 怎么拿起了霸道总工的剧本 大家好 我是飘飘 今天就来给大家聊聊余文问 最近在浪节里余文问是啪啪把脸 我也是 你不是不做吗 第一期说自己不是女人 不做指甲被骂得要死 我不是女人 我从来不做指甲 结果是旗袍也穿了 指甲也涂了 竞选队长时说自己不会照顾人 结果看到张天爱睡着 就拿衣服对她当枕头 弹幕告诉我谁又磕到了 当然余文问逆转自己的口碑 并不是靠涂指甲油穿旗袍 完全是靠舞台和实力 医工的野强威 她对着一群乐器小白 上来就是一句 想玩乐器吗 这句话得细品 字不多 含转量极高 第一层意思 想玩啥我都会 第二层意思 不管有没有基础 包叫高贵 别说观众了 连节目组都想问 这能行 乐器可以直接学这些上吗 余文文用舞台回答了 能 姐姐别弹琴了 弹我吧 余文文凭什么在台上这么转 因为她配 李荣浩说 她是华语女歌手里 奠起她弹得最狠的 余文文绝对是女歌手里面 去华语里面 惦记她弹得最狠的一个人 余文文四岁开始学钢琴 九岁因为觉得钢琴携带不方便 向爸妈申请改练吉他 十岁组建自己的乐队 一天练琴十五个小时的余文文 终于在十七岁时 为英国吉他大师 皮特弗朗普顿 邀请同台演出 余文文最喜欢的吉他手 是被评为世界十大吉他大师之一的 乔赛奇尼 有次她得到机会 向乔赛奇尼请教 怎样才能和你一样成为吉他大师 偶像却反问她 你是想成为一个吉他手 还是只是当一个艺人 如果想好好练琴 伯克利大学是最好的选择 余文文不但考上伯克利大学 主修电吉他 还获得了全额奖学金 她形容自己的大学生活 完全没有任何社交 每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练琴十几个小时 综艺里有个细节 就能看出她对音乐的了解 在墨尔本大学 余文文看到一位拉小提琴的女生 当场脱口而出 拉小提琴 下巴会多长出一块骨头 因为她小时候也练过 我小时候拉过小提琴 哇塞 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样子才没有 对 然后你这边 有没有一个多帅一个骨头 有吧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余文文最初并不拽 还是个标准的甜妹 早期的MV 雨下巴中 她好纯情 14年和倪坤拍了部 一有二分之一的夏天 她还是好纯情 童年上康熙来了 她的坐姿 依然是全场最端庄的那一个 但很快 外貌的桎骨也出现了 那时音乐节目 给她的tag都是 吉他美少女 漂亮女生 观众讨论的重点 是她和男导师什么关系 最严重的是 在16年的中国好歌曲 余文文上台前就被问 颜值会影响你的音乐创作吗 余文文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 说无论外表如何 内心对音乐的表达都是一样的 上台后 导师的话题也离不了她的颜值 一会儿说 颜值高的女生 音乐很少玩的好 一会儿说 你的美丽会让你的才华更加放大 结果到晋级赛 余文文表演完 现场所有观众都站起来 和她的名字 她却被淘汰了 老师淘汰她的理由是 余文文太好看了 好看的女生以后 还有很多路可以走 所以要把机会 让给外表没有那么出众的 另一位学员 老师说了很多 唯独没有点评两人的音乐 余文文觉得 这个舞台上音乐已经失去了本质 变成了一场作秀 后来余文文专门写了 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歌曲 用歌词反击这场秀 中国好歌曲后 余文文沉寂了很久 拍过不少小成本演示作品 留下了无数考古素材 比如《我的拳王男友》里 她演一个愿意为音乐残疾的女生 余文文说 她是被骗来演的 原本说的是 要拍一个艺术片 只需要弹弹吉他 没想到是匹刹弹吉他 跟我说的是 来拍一个艺术片上弹吉他 但没跟我说怎么弹 到这天上弹 然后匹刹弹 虽然很好笑 但电影里的画面 和现实莫名形成了一种护文 余文文想做的 是安安静静的做音乐弹吉他 但外界想看的 似乎总是音乐之外的杂耍 也许就是从那时起 余文文说话越来越拽 造型也越来越酷 上真人秀 马伯谦和他刚见面 才说了几句话就被吓到 上英宗 他面对质疑火力全开 华少说 余文文是他见过 铠甲武装的最彻底的一个 他尤其不喜欢穿裙子 上《无限歌谣记》 张绍刚说 他只穿长牛仔裤和T恤 不像女生 要把他改造成淑女 身边的经纪人说 他是一个男子汉 真正的男子汉吗 这不仅仅是余文文 主动做出的改编 也来自他的经历 因为余文文的父亲 想要个儿子 所以把他当男孩养 小时候他总是留着 很短的头发 所以当浪姐 让他给过去打一通电话时 余文文打给了父母 我打给我爸和我妈吧 未来你们要结婚的话 你们会生一个女儿 不是儿子哦 是女儿哦 如果 可能你们的婚姻 不会长久 如果你们还觉得 这样是值得的话 那你们再结婚生孩子 很多人说 余文文在浪姐第一期 爱怼人的表现 有剧本 是演的 我倒觉得 了解了他早期的经历 才能感受到那份真实 因为曾经被相貌 掩盖了实力 于是试图抹去自己的性别 因为曾经被综艺套路伤害过 所以才会在意识到自己不被选择时 用浑身的刺筑骑到高墙 直到和姐姐们朝夕相处 感受到彼此给予的安全感 才渐渐放下了张牙舞爪 变得越发自洽 柔软 穿上有曲线的旗袍 因为每本就无罪 放心流露自己的脆弱 因为知道身后有无数双温柔的手 就是给你们每个人写了一封信 哦 这么肯仁 我是不好意思当面说 33岁的余文文 如今尽力享受每一个舞台 用实力说话 大胆挑战不同的风格 摇滚 性感 力量 自由定义舞台 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 我是飘飘 如果你想看更多对娱乐影视人物的分析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